哈囉大家好 合作即將結束 那我這邊來看一下其他隊有哪些合作的卡片 10抽的部分一共有8張 那另外禮拜五的時候也會有大獎加倍的活動到合作結束 那10抽的部分我就不多做介紹了 那再來是合作期間也有一個修羅場跟一個討伐戰 那討伐戰已經結束了 那修羅場的部分是到這禮拜四 那稍微說一下修羅場挑戰15次也會有驚恩的動態造型 如果你還沒有獲得的話就不要錯過這最後的機會了 那雙周的部分一共有兩張 一個是忍耐多洛爾 另一個是安息葛羅基辛尼亞 那這兩張卡片就是雙周 那關卡也會一直持續到合作結束才會關閉 再來是地獄集的部分 一共有兩個地獄以及一個夢魘集 那先前已經推出過兩個地獄集 也會在這禮拜四的時候復刻 那禮拜四復刻到合作最後一天之外 也會有全新的夢魘集 會在這禮拜首次登場 但也這次合作最後一周了 那同時這個夢魘集前的熱 也會從禮拜四開放到禮拜天合作結束的那一天 那同時有三張特殊活動的卡片 一個是伊連恩 另一個是伊莉莎白 最後一個是艾斯卡諾 那伊連恩的部分收到班會送一張 以及賓果完成兩種難度會分別送兩張 那一張是一等一技 那另一張是滿等滿技 那這邊稍微說一下 如果你班有想要壓血量的話 你一等的伊連恩可以特地不要去練他 那就練技能等級就好了 那再來是神族的伊莉莎白想獲得這張卡片 必須十抽的卡片八張滿等滿技才可以獲得 那最後一個是身為七大罪的艾斯卡諾了 這張卡片其實我是推薦玩家們可以刷五張 這邊我指的是五張 而不是說五張滿等滿技 你的技能等級不用滿 對你打五張實際上比你練一隻滿技還要簡單 你一隻加減看可以多少 剩下靠人面鳥 實際上你留個五張 玩複製人其實還是可以的 那再來今天影片還有一個重點 練技小怪到底要去哪邊打比較好 首先這是目前練技小怪可以獲得的方式 那這邊另外要說比較推薦的就是修羅場 修羅場如果你有配加成分的話 你要三千分到五千分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分數可以換五到七隻 然後再比照修羅場一場是三十體 那修羅場只需要消耗三十的體力 就可以獲得五隻的話這是相當的划算的 只是這修羅場最多只能兌換六十隻 但是也可以順便解金恩的動態造型 那再來是商船可以買六十隻 但這應該大家都換的那不多多介紹 那再來要看的話就是看關卡的負代價值 例如說我雙周沒有滿技 我就順便刷雙周然後順便刷練技小怪 而且這次的雙周也蠻值得推薦去刷的 甚至說武裝龍客也是啊 然後這邊可能你想刷地獄級體力比較緊繃的話 這邊最划算就是工會洞窟了 他雖然需要鑰匙但是他十個體力就可以獲得五隻 又或者是你可以考慮一下禮包 禮包的話可能大概是五塊錢的美金 也可以打二十四隻 這邊可以稍微宣傳一下禮包的部分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先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